朕有一事要和你商量 皇后场后虚亏 后宫的事情不能料理 皇娘年龄也见大了 逐渐地力不从心 朕思来想去呢 你协理过六宫的事务 还是你最为稳妥 臣妾做事不够仔细 可否请淳贵妃一同打理 这淳贵妃的性子温柔 但是耳根子软 又无主见 这六宫的事务繁杂 只怕她也帮不上你什么 皇上都想好了 还问臣妾 朕要劳动你 自然有东西要赏你喽 金毛 喳 这是臣妾独有呢 还是何宫都有 这是宫养朱花 是朕特别为七夕制作的 皇后呢是佛首花 淳贵妃呢是绣球 家妃呢是枝子 于妃是墙威 淑瓶是珍珠兰 美人一枝 但这玫瑰呀 是你独有 代表着你和朕的情分不同 也像你说的 长长久久 真希望你会喜欢 这玫瑰很衬你呀 好看吗 好看 如意啊 只希望 咱们真的会长长久久 约是农 约工商 此四民 国之良 请咸鹅娘啊 鹅娘啊 快起来吧 咱们出去的时候 永齐还在背 人之初 性本善 现在已经背了这么多了 真是聪明啊 我们永齐都已经五岁了 现在开始学背书 不算糟了 嬷嬷 你先带永细下去吧 我有话跟姐姐说 是 二臣告退 姐姐 今日听皇上的意思 像是想要立永从为太子 永从是嫡子 自然是储君之选 我倒觉得 是不是太子不打紧 子嗣康健才最重要呢 我听江太医说 永从才满院 但是因为在胎里的不足之症 竟然已经在服药了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服药 说是让乳母先把药给服了 然后一瓣奶水 一瓣汤药喂着呢 看来这个不足之症 还是挺严重的 是啊 永从已经三个月大了 总没精神 一感风寒不舍 这个头也不见长啊 是啊 七二哥的身子是有点弱 我从报国四囚的平安符 给七二哥带上没有 一直带着呢 一见永从这样 我就揪心 怎么不见长呢 是不是 乳母的奶水不足 七二哥吃不饱 才没有精神 一感风寒呢 夫人 自从得指要喂养七二哥 奴婢们的饭菜 一点盐都不敢加 顿顿都喝 加了通草 和亡不流行的汤水 奶水船后充足 奈何 七二哥他不肯喝啊 无用 其辱呢 皇后娘娘 齐太医到了 传齐太医去暖阁 是 好好照看这儿七二哥 好好照看这儿七二哥 七二哥 这种事情 怎么能怪我们啊 别说了 小伙儿 不哭啊 不哭啊 山什么山呀 还送兵 你们不知道皇后娘娘怕寒呢 都给我退下去 是 这儿 我说 秦太医 你给本宫一句实话 永从生下来已经三个月了 却得了两次风寒 这本不是风寒的季节 永从为何这般孱弱 是啊 七二哥总是呆呆的 没什么精神 这又是为何 皇后娘娘 香 夫人 守微臣直言 七二哥是早产儿 体质格外孱弱 更要精心养育 齐太医 永从能不能平安养大 婴儿娇嫩 如果能养过十岁 大多是无房的 十岁 那十岁之前 岂不是闲之又闲 齐太医 您这样回话 可会吓坏娘娘的 微臣说的是实话 养育七亚哥 必得仔细再仔细 那我来问你 皇后娘娘的身子 能否再生一位阿哥 夫人 如今是七月初 正值炎热 娘殿中都不敢用兵 您说 本宫缠后体粮 别说用兵了 就算是穿得薄一些 也鲜有良意 那娘娘就是用些 利豆白和汤也是好的 喝过之后 就会感到胃寒不适 就是午后暑热 大汗不止 醉事难受 这是胃热为寒之城 皇后娘娘 再也不能操心劳动了 免得损伤根本 您问了这么多 是不是皇后娘娘的身子 难再遇喜了 皇后娘娘若想再有喜 难遇上青天 那就烦请齐太医费心 务必保这七阿哥平安长大 是 Jos 有从 婉娘在哪儿啊 害怕 我 你 好 有从 快去关门 孩子眼神明亮 怕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皇后娘娘 还是请遵佛像 回来供着吧 苏联 去把本宁佛堂里的佛像 请出来啊 是 娘娘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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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奴婢是启将功的立心 我们煮发动了 好半天也没生下来 你去看看吧 嘉妃又不是没有生养过 让杰生姥姥和太医 料理好就是了 好了好了 您赶紧回去吧 那不怕啊 那不怕